每到年末各大商家都会轮发着上演宣传战 而明星就是最大的宣传卖点 那么上个周末呢 歌手刘丽扬也是先生南宁万象城出席商业活动 刘丽扬 刘丽扬当天出席了瑞士潮流万表天使表南宁手电剪彩仪式 并参与了服装一对哈迪店铺的开业时尚走秀 外翻长靴加牛仔裤以及丁扣匹衣的他朝饭十足 活动结束后刘丽扬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综艺最前线快乐无极限 大家好我是刘丽扬 在获得2006年度超女选秀全国总决赛季军之后 刘丽扬先后签约天余和华颜国际音乐公司 发行了提线木偶 我就是这样等专辑 她的音乐中有很多复古与流行元素的结合 交织着古典音乐和R&B唱法 大家熟悉的礼物和眼泪笑了 大多是流行曲风的情歌 在尝试了多样化的曲风后 刘丽扬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摇滚 只有在唱摇滚乐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状态才是我真正最喜欢 最自如跟最舒服的状态 所以我自己坚持去 比如说公司给我找到了一些好的歌曲 那么我坚持要自己写歌词的原因也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 一定要把自己的态度融合到自己的音乐当中 所以我坚持自己写词 那么我最新专辑发行的这个一首单曲叫做《旅途》 旅途里面就是就是有我的一个人生观的这样的一个写照吧 所以我会把这样的音乐坚持下去 今年8月刘丽扬签约新东奖《华谊兄弟时尚》 在专注音乐的同时也开始涉足影视业 我自己的这个新戏《搜神记》也是据说是年后会上心吧 虽然说这个角色不是那么自己特别期待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也是因为这部戏才让我真正喜欢上演戏 然后也给了我很多自信 其实我觉得做音乐的话 做音乐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在舞台上表演表现给大家 那很多时候是做自己嘛 那可能拍戏的话你要演不同的角色去扮演不同的人生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感受 所以如果说让我选的话 我可能比较贪心两个都想要 刘丽扬爱玩冒险 喜欢滑翔快点等运动 但是曾经因为拍摄广告不幸左脚骨折 折服了将近一年 这也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 脚伤之后因为休息前天后后一两年时间 对自己的工作各方面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现在每一次在做危险工作的时候 还是会想一想安全第一 出道后的刘丽扬六年来走得并不顺利 转战港台和新加坡等地后 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经过不同音乐环境的洗礼 如今重新回到内地的刘丽扬 显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我觉得对这个行业有期待的年轻人很多 但是就是真的急不来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 像我就是属于可能已经大学毕业 然后因为喜欢音乐 没有办法剥舍去尝试 没有想到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得到你让你真的做了你喜欢做的事业 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就可以一帆风顺 这个行业是很残酷的 通过选秀让大家知道你只是一时的 就是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热度 刘丽扬自道曾经有过相亲经历 而现在也期待能够得到一次缘分 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对情感会有期待 那自己也不意外 然后我也蛮希望可以稳定的 不了解我的人蛮怕我的 所以就跟我如果说 就是很多人就被我的外表 可能就吓跑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真的是有这样的气场强大 势均力敌的这样的 不怕死了就来找我 哈哈哈 好